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更有甚者 她还偷窃 为此 李女士坚决反对女儿和这个男友交往 可是女儿却执意要和男友在一起 那么张女士为什么会如此在意母亲的认可呢 在今天的节目中 张女士告诉大家 母亲不认可她的男友就是对她这个女儿的不认可 因为从小到大与她有关的一切 母亲都不认可她 因为从小到大不管我为家里面住处多少 她都不认可我 只要我们两个一吵架 她就觉得我不笑 她就觉得我自私 我为什么这么激动 就是因为刚才在路上的时候 她都说了 要当她电子台的面给我写个东西 我跟我没有关系了 张女士哭诉道 作为家中老大 她承包了家里所有家务 还负责照顾弟弟妹妹们 她对家庭的付出最多 可是母亲不但不认可她的付出 反而想跟她断绝母女关系 更过分的是 母亲还带着弟弟妹妹一起孤立她 那么这对母女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接受过姐姐帮助的弟弟妹妹们 为什么会跟姐姐反目成仇 大弟弟在电话连线中 会给出一个什么样的答案 张女士到底惹了什么麻烦 会让全家人抹杀她所有的付出 这跟她谈的男友是否有关联 面对全家人的否定 她为什么又单单揪住母亲一个人不放 她这个人不讲良心说话 天天骑士地你一电话打他 成了我妈 天天老子指着我这不是那不是 你怎么不说你不是呢 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真是太失败了 那么最终 女儿能否获得母亲的认可 这一家人的恩怨又将如何化解 欢迎收看金牌调节 难比登天的认可下集 有问题来调解 来调解没问题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近拍调解 我们的调解继续进行 我妈妈她和别人不一样 她只有一个手 从我怀在她肚子里面的时候 她就希望我是一个女儿 然后希望我长大了 说我家里面做好多事情 这个话没说 这个话肯定是你跟我说了 之后我才知道的呀 怎么可能是我凭空跌造出来的呢 到了十岁八岁的时候 我妈妈就会叫我做饭 洗衣服 很多事情都要做 我们家的那个喷 这么大的喷 我每周都要洗好几喷的衣服 鞋子 然后还要把家里面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然后还要带弟弟妹妹去上学 还要做饭 我的童年记忆就是 我从来没有和哪个小伙伴出去玩过 94年我妈妈不就去镇上卖服装了吗 97年我14岁 他们家就搬过去了 然后这几年就是都是我自己带着弟弟妹妹过了 11岁到14岁这个阶段 妈妈不在家里 管了弟弟妹妹管了家务 她否认的 而且她还会拿我跟别人比 别人家死了爹娘的孩子 那个脑袋也会把弟弟妹妹带大 我说我的妈妈没有死 我的爸爸也没有死 你凭什么要这样子说我 我每每讲到这些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难过 我是四个小孩 因为我是一个残妻人 我跟那爸爸两个是三个手 把四个小孩护到他 我也不容易 家里是很穷的 皇子都没用 我把他们扶他是不容易的 他天天恨我 我在外面创严 但我们家他是老大 他是辛苦的 带弟弟妹妹也是很辛苦的 我没有不恨过 好 没有 你从来没有认可过 他永远都认为他特别苦 他说我一个手 他永远都是一句话我一指手 把你们几个姊妹带大不容易 他永远都要我去体调他 可是他从来没有体调过我 初二的上学期 他天天在家里面说我 他说谁谁家的孩子都出去打工了 你不要读书了 就天天说我 天天说我 后来把我逼得没有办法了 我就只能从学校里面 把书本全部搬回来 我记得回来的那一天 老师就找到我家里面去 我都不敢出来见老师 我就躲在门缝后面 看到老师在家里面 钻悠了一圈 没看到我 然后老师就走了 从那以后我没有去过学校 家里的负担太重了 你没那个能力去办 我说你大些 我说你就不得了 我们那个城里 很多女孩子都没读书 我说你就不得了 我说你请弟弟都 他在恨我恨死的 我说那个时间 那个条件不允许 没办法 他不让我读书 就是我自然心里面不舒服 但是后面我为家里面 做了再多 他永远都不认可 这是让我更不舒服的点了 然后我就在我们镇上 打工了呀 才200块钱一个月 就我在那做了 六个半月的工 拿了1300块钱 有1200块钱 都给了我妈了 这1200块钱 就相当于是她一年的房租 因为她当时也租了那个门面 但是我妈妈说 你为家里付出了什么呀 我要的是她对我的认可 我并不是说我非要记住这些 我并不是说我不愿意 为这个家庭付出 那个时间确实是 也是铁骨点点家里 我没不跟过她 她什么都记得我也不记得 你就是不听话 你会要跟我反得来 长大的越大越叛逆 在张女士看来 在这个大家庭里 她承担了本不该承担的重担 牺牲了本不该牺牲的利益 作为长姐 她照顾弟弟妹妹们长大 甚至大弟弟大学毕业后 也一直住在她的家里 由她照顾 可是令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付出 在大弟弟和母亲那边 却没有落下一点好 她没有感觉 她到最后都跟我算钱了 我说这不是钱的事 你们觉得这是钱的事吗 你既然不记得的话 你为什么天天拿着脸呢 那是妈妈对我不认可的问题 不是钱的问题 沾了她的光 不是没沾她的光 她就是嘴巴太贤人了 稀释地骂人 受不了 不是我脾气不太好 是我妈妈从来没有认可过我 据张女士说 她要的不是钱 而是母亲和弟弟的一句认可 但是却无法如愿 而逐渐独立的大弟弟 在2015年挣了大钱 相比之下 张女士的生活 却越过越艰难 张女士认为 大弟弟 定会向她伸出援助之手 然而 现实却完全出乎她的意料 2015年 她弟弟赚了一百多万块钱 看见她弟弟赚了钱 她前后找她借十五万 她想心事做什么生意 找她借钱 她弟弟就说 你把个活动跟我看一下 一看那个活动 那个活动就不是那回事 她说你这个 你这个是霸王条款 还要拿十万块钱的押金 你这还没干 要相隔钱别人 这个生意不能做 这个钱是往水里丢的 她非要借 不借她就跟她弟弟相骂 她弟弟挪了 就走了 就不得了做了 还非要做这个生意吗 好了 我就跟我儿子说好发 借了五万她呢 不借不行了 不借她骂人了 天天都她扯鼻呀 没办法 她弟弟把活动看成是亏本的 结果果然是这回事 因为我妈妈 在之前她做别的生意 她只要是说 找我拿钱我也都会拿的 我都求她了嘛 所以她就支持我了嘛 我妈妈恨不得 要跟我弟弟下跪了 才把这五万块钱借到 那后面这个钱还了吗 没有 这花了万百块钱 我向你弟弟下跪借的钱 结果你把那个账也啃了 你签了 你签了你签了 你已经离分了 你可能不是家人了 她想烦的话 不想烦的话不烦 因为这个钱 因为是给你来烦的 我们离得分 你这个钱花了我的股杂上 你说我没钱 弟弟那个钱要不要都无所谓 你有钱你就给 没钱不给 是吧 弟弟不在乎那五万块钱 我钱负她说她还的 我说那当她继续还 她又说好 现在跟弟弟是个什么样的状态了 她弟弟喊她理得不理 格局相当小 非常小的 格局她也小的 她弟弟是格局很大的 我妈妈永远都觉得 儿子怎么好 从来都不认过我 不是这个事 这不是个事 弟弟好你好的事 当我那边喊的好事 你从来都不理啊 我是这几年都没有跟她说话 跟我妈妈好大的关系 因为总在阐述的是 我对我弟弟总在挑毛病 可是我到目前为止 我没有对我弟弟挑出什么毛病出来 她有气 弟弟对她根本是没什么气的 每次都喊她 跟她交你 我能不能给一下 我弟弟给我发的消息给你们看一下 嗯可以 意思意思 我说的是 我们面子上过得去就可以了 尽量的少来往 她搞一句 不是尽量 是永远不要来往 赶紧还完钱 这辈子就不要再见面了 还有赫赫也没什么好说的 跟你这种不清白的人 说什么都没有意义 其实还是这个钱的事情 好 弟弟说 多少年了 心里没数吗 一直说会还 结果呢 你以为我想给你打电话联系你们 人都是闹僵的 说的 你要是对他言语好点 对弟弟好点 他那个乾坤要都不要 只怪我太失败了 我这个母亲真是太失败了 李女士一再指责女儿格局小 言语间明显偏向了儿子 而张女士则认为 大弟弟发达之前 自己曾经帮助过他 大弟弟发达事后 却因为五万块钱 就跟他翻脸 还羞辱他 简直就是忘恩负义 姐弟俩因此很长时间没有来往 后来 离了婚的张女士 独自抚养一个女儿 没有稳定的收入 生活比较困难 而母亲李女士经营一家酒店 生意红火 看到大女儿的糟糕境遇 李女士想帮她一把 可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份好心却引发了一场家庭大战 如果咽喉疼透你就冲一袋 咽喉疼透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变桃体炎 你就冲一袋 变桃体炎 复方鱼心草颗粒 冲一袋 如果急性咽炎 你就冲一袋 急性咽炎 复方鱼心草颗 冲一袋 咽喉疼透 变桃体炎 急性咽炎 你就冲一袋 邦琪牌复方鱼心草颗粒 健康有我 邦琪集团 我爸爸说妈妈说了 把店里面的20%的股份给我 要我拿钱 我当时也同意了 我妈也给我打电话 我说好 我就说那我就筹钱吧 然后但是后面 这个股份也没有给我了 为这个事情炒起来了的 炒起来了 我妈妈就要我弟弟打我 弟弟也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 他说你在这样子 我就要来打你的人的 而且当时我妹妹也 确实也打了我 其实是我 跟他爸爸两个的一个想法 说他太困难了 想把弟弟股卖他 卖的我来跟他揍 是吧 他弟弟股在我们店子里 也是我揍 他弟弟怎么从来不走 我是卖他就让姑娘摘点瓜 结果他他弟弟不肯卖 他凭什么 我的股票凭什么 你要做准备 他就发脾气 在这个之前 你们没有商量好 为什么要去跟他说这个事呢 他爸爸嘴巴是多 其实我弟弟是有想法 要把股份卖的 但只是他想把股份卖到外面去 没有没有 不可能 不是之前是有 不是 如果说我弟弟 没有想要买股份的 这件事情 为什么这个事情 是怎么说出来的呢 最终是儿子没有同意 对吧 你也做不了儿子的主 做不了 但是站在张女士这边的角度的话 他肯定也会有想法 他也挺委屈的 挺莫名其妙的 他到店子到前台包的 地板端子都吹破了去 他的妹妹打开发掌 说话讲个良心 为什么打你发掌 有杂点 只要我跟我妈妈有矛盾 我妈妈就会把弟弟妹妹 全部拿在一个战线上面堆我 母亲本想帮助大女儿 奈何大儿子不肯卖股份 她也无能为力 而感觉自己被戏耍的张女士 非常愤怒和不满 她认为母亲和弟弟妹妹们 是一伙的 母亲不但偏向她 大弟弟也偏心妹妹 对妹妹比对我好一些 那么张女士此话 究竟因何而来呢 我妹妹她结婚之后 她借了很多钱 到我爽也借了钱 到我妈妈爽也借了钱 借了差不多 上十万块钱吧 但是我找我妈妈 就借不到钱 她就借得到钱 而且她借给我妹妹了之后 她特意嘱咐我妹妹 不要跟姐姐讲 所以在这一点上 你会认为妈妈更偏心妹妹一点 对 她这个人不讲良心的话 你不骂我钱早就借得你了 天天齐齐齐地 你一叼我打的 成了我骂 你我老娘的骂 我借钱你骂 人是心烦心 要说好话 天天脑子指着我 这不是那不是 你怎么不说你不是呢 我真是受不了了 我真是太失败了 你不骂他吧 还有我妹妹她谈的朋友 和我那个妹夫没有结婚 带到我妈妈宾馆里面 一住就住几个月 然后我呢 疫情过后 我在家里面住了差不多有20天了 我那次我特别开心 我说妈妈 我说我长这么大 第一次跟娘家人住的时间好长 我觉得应该住了有半个月了吧 我妈妈说只有半个月吗 你住住住了20天了 你知不知道啊 后面还补一句什么话啊 你大弟弟还说要跟我交收货呢 接下来是什么意思 你们应该听得懂吧 作为女儿 难道听到这样的话 心里面会好受吗 我从来都不觉得 我是这个家里面的一份子 儿子女儿一大堆她们都能住 为什么我回去住了20天 你要跟我旁敲侧鸡地说这样子的话 我想问一下你说这个话 在物理的意思是什么意思 我没跟妹妹说吗 没有 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在场 那个店子不是我的过瘾的 我是活活的 百分之几十的五十不是 我说的意思 又不是她 又不是你一过住 是吧 妹妹在这住 弟弟在住 你在住 我是你们都要出点生活费 要出点电费 我这说你有错吗 我说什么话你都不理解 人说话讲你良心好吧 你从跟你的前夫 都是在我们家过年 哪一年不少过年啊 每年的腊鱼腊肉 都是我淹过来的 人说话讲不讲你良心 真是失败啊 我真是太失败了 只怪我活得太坚强来了吧 没哪个人说 走着那个店子 没哪个人说 你这60多岁 你还断钱养儿 养儿子养生子养女儿 贴这个贴那个 哪个没贴啊 你三四十五 60多岁还要断钱 你为什么你不赚钱呢 你还要贴补他们吗 生子也养儿子养啊 大儿子的股份 我在跟他走啊 你在帮儿子 去挣这份家业 嗯 女儿这边要贴吗 看下不贴 你是不是更看重儿子一些 肯定是看重儿子 那我必须靠儿子 去年病几次 我今年病一次 儿子他送你到医院里陪你 我疼 我摸我这 哎呀妈妈妈妈 哎呀一下子好了 疼得叫 你姑娘在哪里啊 我不怕靠儿子靠女儿 女儿女儿你管我啊 必须是靠儿子的 母亲承认自己重男轻女 在他看来 儿子靠得住 女儿靠不住 这也是母亲 总是偏帮儿子 不认可女儿的主要原因 即便大女儿之前付出再多 都无法改变母亲的观念 那么李女士 如此看重的大儿子 对于母亲和姐姐的矛盾 会是什么看法呢 她和姐姐 会发生一场什么样的对话呢 哎呀 哎你好 你的妈妈还有你的大姐 好像比较难沟通 我姐是一个比较难沟通的 一样父母一样兄弟姐妹 因为她自己 她自己生活过得乱七八糟了吧 别人整个说她 劝她 这个事情不对 她也不听人了 你说的是她 谈的这个后面这个男朋友是吗 她不只是谈这一个 她谈的各种男朋友 好几个男朋友 我们当然都不支持 因为男朋友 这些人到最后 都不是什么好人 你知道吗 都是不靠谱的 但是她一直都很坚持 她有一个点 就是觉得妈妈不认可她的 就是她小的时候 为这个家庭的付出 家里孩子多嘛 我们农村里面都这样 家里面老大 戴一下下面弟弟妹妹 做做饭 洗洗衣服 不承认她的付出 是不是 但是你不能一直活的过去 你这小时候 就瘦了那么几年骨 是不是 你的人生太长了 是不是 现在你跟姐姐之间 好像已经没有什么来往了 是吗 基本上没有什么交流 因为各种各样的事情 吵架了 反正跟她俩 是因为那个钱的事情吗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因为钱 因为她给这个家里带来 无数很多很多的麻烦 绝大部分是因为不告诉我的男朋友 还有一些事情是因为她跟家里面吵架 不论是我 还是我父母 还是说弟弟妹妹 她跟谁都要吵 她对生活各种不如意 就是各种埋怨 埋怨兄弟姐妹 埋怨父母 各种埋怨 真的是非常不可谐 就是姐姐有一个感受 就觉得在这个家里 妈妈把你和妹妹 都拉到了一条战线上 她就是一个外人 没有 根本就没有所谓的战线 你知道吧 很简单 如果我跟一个人相处得很舒服 任何人跟她相处得很舒服 没有人会把那个人推开的 只有别人跟你相处不舒服 从而把你推开 就是 我建议她 你只要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不让去在外面招惹那些不好的人 命迁无奈你懂不懂 第二点就是 如果你想要大家都认可你的话 首先你要心明气和地跟大家交流 不要去吵架 或者怎么样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觉得妈妈 重男轻女的思想 特别特别严重吗 跟这没有关系 重男轻女的思想 就是在你读书的时候 你很小的时候 你不觉得妈妈特别维护你们 父母对你或怎么样 其实真的是不重要的 什么事情都是靠自己去争取的 靠自己去工作 怎么样改变这些东西了 改变这些现状了 你永远活在过去那些事情上面 没有用的 真的没有用 你要向前看 我想要过什么的生活 我该藏到哪方面去努力 你根本就感受不到 妈妈对你和弟弟的偏爱 你根本就感受不到 妈妈是怎么样说教我的 我只希望 妈妈她在言语方面 能接受我对这个家庭的付出 而不是 而不是像她说的 我总在骂她 而是她一直是她在骂我 我最近这两年报告烦恼 我是骂了她的 但是我以前 从来都是维护妈妈的 我从来不骂她的 都是她在骂我打压我 你知道妈妈说一句什么话吗 我儿子有本事 我儿子买房子 我儿子怎么样怎么样 而且经常说 我这个姑娘被她养到40岁 我想问一下你 我是妈妈养到40岁的吗 如果是你听到这样的话 你会怎么想 是因为她一直从来对我不认可 为什么不认可你这个人 因为你教的那些人 我们家里面都不认可 当然很多麻烦 那也只是近这两年 谈了这个男朋友 确实找过妈妈很多麻烦 两年前 三年前 我给家里面 带来过什么麻烦 经常你就是在家里面 拿瓦草 就是不能这样 所以我尽量了远离你 好 没有 谢谢你 小张 我们这边看看 能不能帮助 妈妈和姐姐之间 能够把这个心结打开 好 谢谢 好 谢谢 大弟弟指责姐姐交的男朋友 给家里带来了很多麻烦 对于姐姐曾经的付出 她没有丝毫感谢 对于母亲的偏心 她更是不以为然 这让张女士很受伤 调节进行到这里 观察员武运听不下去了 她拿起话筒 将要谈谈自己的感受 我确实非常非常心疼女儿 她承担了太多 付出了太多 儿子在那说 姐姐就是个麻烦 惹是生非啊等等 我就想问一下 为什么儿子和妈妈 惊人的一致 对于这个姐姐的付出和担当 并没有太多的感恩 哪怕有些心疼或者同情 都没有看到 林女士 你的童年是不幸的 因为你缺失力之胳膊 让你内心格外的想 争口气 活得好点 让别人看得起 是 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但是 我们不是靠 让这个大女儿 来替我们分担一些重担 来解决和弥补 你跟你丈夫 能力不足 或者生育过多 所造成的家庭的困境 这个女儿在无形当中 被功能化 工具化了 十一岁 她在边读书 还要边承担起 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 你要知道她还是个孩子 也是渴望着爹疼妈爱的 她被迫辍学 她就因为是个长女 这个姐姐 一生姐姐 就天然自带了委屈 她的那些无奈 无助 无妄 恐怕做妈妈的 因为疲于奔命 忙于生计 没有心里去看到 你觉得理所应当 或者说顺理成章 包括弟弟妹妹都认为 姐姐该应该付出的 是建立在女儿 她那么小 就不得不懂事 不得不承担 不得不去付出的 这样一种基础上 所以她会一直有怨念 妈妈 包括弟弟妹妹 是没有足够认可她的 因为如果你足够 看见女儿的付出 你就会在你教育 弟弟妹妹养育她们的同时 表现出心疼 甚至适度的偏袒 倘若你给到了这个大女儿 如同弟弟妹妹一样的机会 一样平等的待遇 或者哪怕一些好言好语 哪怕就是一个拥抱 你信不信这个大女儿 是最会心疼妈妈和力挺妈妈的 那一个女儿 她没有得到父母足够的爱 你却要去奢求她 有饱满的爱去经营好自己的人生 并且反哺这个大家庭 怎么可能 女儿认定了 妈妈是重男轻女的 女儿背后的语言 她在所爱 如果今天你能够意识到这一点 并且能够给予你的弥补 女儿她会翻篇 妈妈你想过一个问题吗 就是女儿她也付出了的 她也牺牲了的 可能妈妈会说 这算什么呀 大家都是这样的 我也是这样的 我们不能因为这个苦难的存在 或者说普遍存在 我们就假装它不存在 她是做出了牺牲的 虽然妈妈很推崇儿子 但是事实上 在你最需要帮助的 最困难的年轻的时候 是你的女儿站出来了 我们可不可以 多看到她一点点好不好 所以现在 女儿她也遇到了困难了 妈妈你可不可以 也成为女儿的帮手 对她多温柔一点点 小张 我特别心疼你 你的牺牲是被人看到的 妈妈她只是不说 因为她觉得 那是她亏欠你的 妈妈这么要强的人 没有妈妈看不到 女儿的付出 但是她不想去老说 因为那是她心里面 很难过的一个点 所以请你也理解妈妈 她的刚硬 确实是保护了这个家庭 我们内心的那个空洞 不需要一直向妈妈讨要 向兄弟姊妹讨要 向其他的男人讨要 不需要的 很多事情 你要往回去索要 很难的 但是我们自己再成长 需要有一天 你能够很骄傲地 和自己心里的那个女儿说 你看我也有一个 引以为傲的妈妈了 我特别想跟妈妈说的是 每当女儿抱怨的时候 你经常会下意识地躲向一边 要不然你就摇头 你知道这种下意识的感觉是 让她是多难受吗 我看了多难受 因为这是下意识的不屑 她代表着对她的不尊重 一个动作就给你否了 这几个孩子当中 你还真有可能最后指望的是 这老大 因为她最爱你 因为最爱你 所以才最想得到你的认可 扎最爱自己的人那种疼 你们两个人最有感受 因为你们互相扎 就两个刺猬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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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相扎 小张 这个妈妈也不是不爱你 爱 不爱的话 她不能看到别人 打自己的女儿 她疯了似的 她在那等了好几个小时 不爱 她不可能对你有那么高的期待 她觉得这个老大 就是我们家的一个标杆 应该是个榜样 她怎么没给弟弟妹妹做榜样呢 还跟弟弟妹妹一般见识呢 那些事情 你说你揪住妈妈 或者过去的事情 能怎么办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我们得往前看 解铃还需激铃人 只有妈妈的拥抱和无条件的爱 对这个人的认可 能够治愈 不要觉得女儿 哎呦 就不听我的 你看你遭了那么多罪 其实你是心疼她 一边心疼着 一边把刀又扎向了女儿 女儿在受伤之后 是希望得到你的疗愈的 而不是你在火上浇油 再扎一刀 她觉得我只配合那个渣男在一起 因为她就坏成那样了 但是那么差的人对我都好 她的心理补偿 她的安全感 她缺失的爱 就得到了 小张做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你们母女要和解 第二件事 你要做的是自我的疗愈 和自己过去的和解 你过去所有的经历 都是你的一笔特殊的财富 那些东西 会成为你坚韧的铠甲 会抵御你未来人生道路上的风雨 相信我 没有白走的路 第三件事 我不建议你现在谈任何连 给自己一个空窗期 你要认真地思考一下 我适合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能拥有什么样的人生 稍后进入密室 请我们的老师跟两位继续聊一聊 调解员北辰给张女士提出了三条建议 她 李女士坚决反对女儿和这个男友交往 而且女儿的男友 也和她提了分手 现在唯一不死心的就是女儿自己 这让她很无奈 此时 另一边的密室中 对于这段感情 张女士确实一直无法释怀 我还会给她发短信 因为我心里面放得下她 我想着她 把事情解决清楚了之后 我们还能心平气和的 像以前那样过的话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的 我们挑男人是要看 首先这个人的人品 他的性格 然后是行为习惯 能力 这些都特别重要 你得有具备正确的判断力 妈妈担心也就担心在这儿 那个男人真的 我们大家都不看好 观察员武运提醒张女士 选择男友要慎重 人品性格是关键 张女士听完后沉默不语 也许是回想起了 之前男友的种种表现 张女士开始重新思考起 自己和男友的关系 两久之后 张女士有了新的态度 我跟她肯定是不合适的 我们是不可能做到一起的 暂时肯定不想谈及感情问题 我就想好好把女儿带走 你先让自己变得更完整 和优秀了以后 你自然能够吸引到更好的 要做一个稳定强大的自己 张女士表示 自己会慢慢放下这段 不合适的感情 先把自己的生活过好 再去寻找新的幸福 而在家庭关系上 母亲李女士指出 女儿对她怨恨颇深 她恨我就跟她说了 对 我说你别恨我 我是那个世界 弟弟妹妹多了 没钱 对 这个我承认 就是不管是你自己也好 还是给她的弟弟妹妹也好 灌输一下 姐姐她有她的问题 但是她在早年 对我们家庭是有付出的 我们要对她好一点 对她善良一点 第二个在很多事情上 她跟弟弟妹妹相比 确实是不公平的 这个要承认 这个是有点不公平的 你只要能承认这两点 我觉得对她来说 就会好一些 我承认她 然后第三点 就是说 当她以后碰到困难 就是你能 最起码能做到 就是尽力吧 母亲认可了女儿 曾经对家庭的付出 也承认了自己的天心 以及对女儿的不公 与此同时 女儿张女士这边 则希望母亲 今后能够给她一点关爱 一点温暖 能给我一些爱 就算到外面受了 再多再多的伤 回去我需要 然后得到一个温暖的港 没有人责怪我 没有人把我 往外面赶 回去不是被你骂 不是被你说 只要是跟她有争吵 她就会驱逐我 就会要跟我划行见鲜 内心很受伤 你内心是觉得 妈妈居然要放弃你 不惜下这样的狠话 是的 对吧 然而妈妈内心的解读是什么 她是说 我要用这种方式来提醒你 你做错太多了 你走的路 人生的道路太弯了 她想把我拿回来 她着急看到你这样 陷在一段受伤的关系里 或者说没有能力 去支撑自己的更好的经济 你还要养女儿 她其实是着急这一些 对 学会放下 学会和解 学会重新开始 在午韵的劝慰之下 张女士对母亲 有了更多的理解 那么最终 母女俩 会以什么样的新姿态 去面对彼此呢 大家好 我是暖衣 您信赖的毫无推荐官 辅眉Q10的认知度 现在是越来越高了 对心脏很有好处 补充辅眉Q10可以提供能量 使心脏保持在良好的运作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体内辅眉Q10的含量逐渐下降 建议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适当的补充辅眉Q10 今天推荐的是 北京同仁堂的大品牌 辅眉Q10 每粒含辅眉Q10达到42毫克 接近规定含量的上限 一瓶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有些朋友觉得辅眉Q10太贵了 冻着一个月就得三四百元 不敢用 这款北京同仁堂辅眉Q10的原价 298元一瓶 本档 团拼账目300名体验官 限值降249元 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此刻的电话已经开始抢线 库存正在重降中 赶快拨打屏幕商风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这款辅眉Q10是北京同仁堂出品 品质有保障 首先是含量非常高 每粒的规格是0.4克 每粒和辅眉Q10达到42毫克 接近规定的含量上限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辅眉Q10做的是软胶囊技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心脏加油站 平时因为价格高 不敢服用辅眉Q10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了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拼招募300名体验官 限值降249元 每瓶一个月用量仅需49元 你没听错啊 一个月才49元 三瓶为一组 最后40组 赶快拨打屏幕商风的电话 跟着我一起团购吧 这里是江西卫视的金牌调节 我们从密室处来继续回到调节现场 看看妈妈还有女儿这边 有没有什么新的想法 妈妈 你的肤子我放了心点 妈妈生爱你 妈妈生爱你 嗯 你知道我们家四个是最辛苦的 我肤侍了你 我肤侍了你 从今天起 我跟妈妈先美补你 好吧 我只要能帮得上忙 我都会给你帮忙 好吧 好的 谢谢妈妈 好 我刚才很感动 人家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这个女儿啊 曾经在她 还年少懵懂的时候 就给妈妈充当了另外的一只手 我刚才很感动 人家都说女儿是妈妈的小棉袄 这个女儿啊 曾经在她还年少懵懂的时候 就给妈妈充当了另外的一只手 是 对 以后她也会牵着妈妈一起走 回去之后 妈妈任重道远 还要去跟弟弟妹妹们 说这个好消息 好的 也让她们放下 对自己的亲爱的姐姐的那些个芥蒂 一切都重新开始了 我挺感谢我妈妈的 以后我会更加爱我的妈妈 还有我的爸爸 还有我的弟弟妹妹 希望我们一家人 相亲相爱过得越来越好 那祝福你们 妈妈我们回家吧 谢谢啊 谢谢你们啊 节目的最后 母亲的一句认可 让张女士气不成声 多年的委屈和不甘 也在这一刻释怀了 曾经张女士充当母亲的左膀右臂 辛苦支撑这个家 为弟弟妹妹遮风挡雨 因为没有得到母亲的认可 张女士痛苦不堪 备受煎熬 这才一直用错误的方式 索取爱和肯定 而母亲虽然盼着女儿好 却一直在用否定和打压的方式 跟女儿对抗 这才导致母女关系不断恶化 现如今 矛盾化解 误会消除 母女俩也第一次走进了彼此的内心 相信未来 母女俩会相互支持 相互温暖 将家庭成员重新凝聚起来 把家建设成一个充满爱的港湾 中文字幕提供